岂有此理 僧老头 如果你蛮横不讲理 今天这场会伤 无法进行下去 帮老二 发起这场会伤的不是我 要解散这场会伤的 也不是我 您看着办吧 来来来来 我看是不是这样 虽然不能说 翁大人所带的两份控告 与本案无关 但却不是今天会伤的主题 今天的会伤 还是要围绕秦柴大人的案卷 提出博弈为好 翁大人 您看 那好吧 那 翁某有个提议 亲说 亲说 林拱书郎中 是刑部浙江司的主管 对本案 研究的一定比各位透彻 所以 汪某建议 请林拱书郎中 对案中的疑点 提出博弈 丧帮复役 林郎中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 我刑部的人 你就当人不让我 等等 你今天是不是用喝酒了 卑职今儿还真忘了带酒了 别看这小子平常嗜酒入命 但是 醉人不醉心 心里有谱着呢 林郎中 好 下面就看你的了 卑职遵命 诸位大人 卑职对此案提出 七处之意 各位大人 卑职以为 此案当中杨乃武的买批日期 是绝对不能含混的 在胡侍郎的复审案件中 杨乃武的买批日期 是十月初二 可在原供当中 买批日期一直是十月初三 很明显 胡侍郎的复审和原供不符 如果这一漏洞不能予以澄清 那又如何判定杨乃武是蓄意谋杀 齐二 这审原题 有死者葛小大生母沈玉氏 在证词笔录中称 十月初四 有一个男人闯进葛家调戏葛壁时 还差点被葛小大壮破 如此重要的情节 在胡侍郎的复审当中 却只字不提 是沈玉氏改了正言 还是问官查武此事 这一疑问 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三 在胡侍郎的案件记录中 小白菜原供 十月初四闯入家中欲行非礼的人 并不是杨乃武 而是渔航之县刘西童之子刘子汉 既然当事人有此故事 为何不见居传刘子汉 以及对刘子汉 任何的问询记录 这么大的漏洞 难道是出于问官的疏忽 其四 葛小大生母沈玉氏 在献审时称自己只是怀疑中毒 可是在俯审的时候 却说自己在盘处 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 毒杀葛小大的情节之后 才到县衙报告的 这显然是前后不一 其五 胡侍郎在第一次审问杨乃武时 杨乃武曾监口翻供 称自己没有和葛碧氏有通奸之事 也没有给葛碧氏送过批毒 所谓药铺买批之事也并非事实 于此如出一辙的是 小白菜也是翻供在前 否认自己和杨乃武通奸谋夫 可是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 小白菜却供认自己和杨乃武同谋杀夫 杨乃武二人都是翻供在前任供在后 这使人不得不怀疑 这是钦差大唐严寻逼供的结果 其六 麦皮人前保生 是本案当中的重要证人 可是 问官为什么一路直取正人干劫为证 直至前保生命必欲忠 都没有让证人和主犯当堂对证 这张省线上成了一个案卷 那就是这件 取自前纪爱人堂药铺的账本 同志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在这个账本当中确实是记录了 卖出红批四千文的记录 可是 这笔账目并没有记载 在账本的格子上 而是记在了十月初三 与十月初四的缝隙当中 明显字迹要小于其他的账目 那么很明显 这是后来添加的账目 那钱保生为什么要在事后 添加这笔账目呢 难道这不是欲盖迷账目 其七 小白菜的原供当中 杨乃武的送批日期是十月初五 而在浙江省县原题 却变成了十月初六 而胡侍郎的复审当中 也是按照浙江省县原题录入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莫大的奇异 那就是杨家人在案发之后 到县衙秉塑 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 人在南乡 不可能给葛碧市送去批图 如果葛碧市出共是十月初六 那又何来杨家人到县衙 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 人在南乡的秉塑 如此奇异 这显然是有问官 恶意修改了日期 而胡侍郎却并没有 对此事进行确证 综上所述 这七大疑点 使得此案支离破碎 难缘其说 如果问官不能 对这七大疑点 一一问情说明 就草率定案 必将酿成千古其冤 值得了 我再帮助 能做交换 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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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跟我来一下 把门关着 大人 怎么了 你对钦差的案件有这么多的疑问 为什么不是先告诉我 我早知道你有这么多的疑问 我就不会同意召开这样的三法四会审了 大人 卑职以为 即便是我刑部 对钦差大人的案件不提出疑问 那他督察院还有大理寺 那也是要提出来的呀 不如我们先提出来 不至于被动 可你不知道这是钦差大人定的案 我们只能 找些心虚小的漏洞 奏请皇上 请胡侍郎做些补充说明 但前提是 不能推翻 钦差大人的案件 苍大人 您常常教诲卑职 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 以王法为准生 卑职谨遵大人教诲 可这是钦差大臣的案件啊 钦差大臣背后是老佛爷们 你这样 否定钦差 就是指责老佛爷用人时当 这厉害关系 知道吗 那大人 我下不为例 这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你都宣靠出去了 下不为例还来得及吗 那怎么办呀 那还能怎么办 我算是毁在你这个小酒鬼的手里喽 大人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这个事 不管怎么样 都有他翁童和在前面顶着 这得罪钦差大人的事 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这三法司会商之后 不是要奏请皇上太后吗 那这个奏折就让他翁大人去写 让他直接面对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要是怪罪下来 那也有他翁童和在前面顶着呀 也落不到大人您的头上 这倒不实为一招补救的妙棋 看来 你这个小酒鬼还不算含糊 大人 您不是说了吗 我是醉酒不醉心 别太得意了 以后把你的嘴巴把眼点儿 童善 你要出去 我去一趟翁府 翁大人不是在刑部会商吗 我知道 对了 我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你去吧 是 诸位大人 就钦差案卷中的遗二 陵广书郎中 已经代表我刑部一一指出了 诸位大臣 要是有什么不同之见 不妨畅所欲言 陵广书郎中的博弈 去尾存真 鞭持入礼 我等信服啊 多谢诸位大人的夸奖 我刑部 一向奉行的事 以事实为依据 以枉法为准绳的办案原则 尤其是尸管生死的 人命大案 来不得半点马虎 翁大人啊 有件事 还得劳驾您费 费心哪 哦 丧大人是想让翁勇出面 给皇上皇太后写奏折吧 对 对对 您看 这场会商 是由您都察院挑的头 那么让您给皇上皇太后写奏折 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哎 我可是在这里表个态啊 今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行不 绝不拖后腿 不过有个前提 必须得有皇上和皇太后的御旨 翁大人哪 您看这给皇上皇太后写奏折的事 您 翁某 当然不让 我在路上就想到你会在这儿 快果不其然 夏某在这儿恭候翁大人凯旋啊 看来满腹学位的下学士 有时候也是个急性子呀 为天地良心 你我彼此彼此 来啊 让厨子做几个好菜 烫壶好酒 我要留下大人吃饭 是 看来翁大人心情不错 想必是今天的会商修成正果咯 要说修成正果 那可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翁将上下而求索 当年屈大夫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 如今翁大人为求真理 也将头顶天蕾勇往直前 看来翁大人身上 还真是有些先贤风范哪 过奖了 过奖了 至少刑部这块绊脚石 我们算是搬过去了 如此说来 刑部的两位尚书大人 也把屁股跟您坐在 同一条板凳上了 要说那丧老头和我翁某人 同心同德我不敢舍望 至少他不再坚持 按胡瑞然的结论举奏了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啊 通过这个事啊 我得十分感谢一位年轻人哪 谁呀 林泽徐大人的五公子 叫林拱叔 这个年轻人哪 不但有十分难得的正义 还有十分了得的断案手段 今天要不是他 那一番令人叫绝的推断 那个丧老头 也不会这么快地转变立场 哎呀 通过这位林公子啊 使我体会到那句老话呀 叫厚胜可畏 这可是我大清的福音啊 这可是我大清的福音啊 是啊是啊 听了林郎中的博弈 也让我吃惊不小啊 现在 要维持钦才大臣的这个判决 确实有点难 可是 要推翻钦才大臣的这个判决 又怕太后老佛爷不乐意 丧大人 您不是已经走了一条妙旗吗 你把翁老二直接推到 太后老佛爷面前 将来有了天雷 那就翁老二亲自去顶着 咱们哪 就见风使舵不就结了 官圣房门家里说话 嗯 当初太后老佛爷 就不该让胡内兰这样的一个外行 去复审命案 你看看 不轮不类的 对 丧大人 这事啊 咱们心中有数 心中有数就得了 今天散发寺会上初见成果 接下来就是让太后下旨 将此案重审 我却没有什么十分把握呀 弄不好 把太后得罪了 我只有效仿曲大夫去跳江楼 不会 什么 我是说 太后绝不会因为此事而怪罪于你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夏某相信 太后还是变得情中间的 只要我们把此案的事实真相如实上奏 我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为一个胡瑞兰 而做事我大清朝再出一个斗鹅的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可谁能揣不得透 咱们太后老佛爷的心思 事已至此 不过 孟某人 没有可退之路 就是粉身碎骨 我也无冤无悔 对 翁大人 令夏某高山养直啊 杨大姐滚丁板都月喊高 不爆 卖爆了 卖爆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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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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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来 去 来 给我水 好嘞 啊 爬点 身碎 身碎 卖爆了 杨大姐滚丁板足也喊高 卖爆 小狗崽子又是你 揍了 我拿爆水 卖爆 卖爆 卖爆了 你呢 你呢 拿 别抢 别抢 人人都有 别抢 大人 大人 一接到你的首领 我就赶来了 大人找我有个吩咐啊 看看 这是什么 咋 咋 怎么了 大人 看看上面写着什么 写着什么 杨大姐滚钉板 杨大姐滚钉板 都愿喊告 杨碧按北京城再起波头 这 这 这案子不是全挨落定了吗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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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又 又 又闹 闹起来了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姓刘的 到底是吃饭的 还是吃屎的 怎么又让杨建仁 跑到北京去告状去了 这回好 还滚钉板了 你说 如何是好 我 我怎么 怎么知道 他们跑 跑北京城去了呢 你还问我呢 他们是不是 从你的眼壁底下走的 你敢说你不知道 我 我真真真真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是个死人 怎么 怎么不说话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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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死人 大人您还说对了 我就是个死人 儿子都没了 我留下段子绝孙了 你说我还活着干吗 你说我还活着干吗 我活着 那 那 那就是个行尸 走着我而已呀 来吧 来吧 都冲着我来吧 千打五零红 冲我一个人来吧 冲案是我做的 嗯 千打的事儿 都有我一个人扛着 我刘锡同 我刘锡同是冲案的始作俑者 看脑袋坐牢 走 都随得去 我这把老骨头活着 有什么意思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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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活了 趁我来吧 趁我来吧 刚才执转到了 的确有点头疼 我早就说过 我这是要权力能够得着 我早把这个小报馆给封了 这在为谁账目啊 唯恐天下不乱 说得是啊 你看这个申报 都蹬这些什么玩意儿 预料之中 忠诚大人 你说这些事情 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 这杨家人不肯就此作报 我也料到了 那么几个浙江的小秀才 想借此事扬扬他们的名 你既然早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 为何不未雨绸缪早做提防呢 你们也不要一个一个的 都是这哭丧的脸 不就这么一件事吗 俗话说是兵来将党水来土豚 怕什么呢 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真是的 可问题是 杨家亲人这钉板一滚 十八学子公饼这么一成 这尘埃落定的杨毕案 只怕是 又要沉渣泛起 重新再审哪 沉渣是肯定要泛起的 不过 那也就是那么几个小秀才 想借此出名闹闹事 还有 就这小报 想多卖手几张报纸 跟着瞎起哄而已 终究不能支持 可是 要把此案重新再审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你要知道 在咱们的前边 还有一个钦差大臣 在那儿顶着呢 就算这样 那钦差大人的官位 也只不过是个礼部侍郎 他能顶得京城三法司的压力吗 他三法司手劲再大 敢跟太后掰手腕吗 这么说 要翻钦差大人定的案 那还非得面对太后了 那当然了 太后是谁啊 这个老娘们啊 最爱护短了 他也最恨接他短的人 你说他能容忍 别人在他面前说 他用错了人吗 听了忠诚大人这一戏话 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 陈志福 刘志健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回吧 那就请回吧 是 来 留下吧 咱们一块吃饭 陪我喝几粥 诸位大人尽兴 诸位大人尽兴 卑职告辞 刘志健 你站住 这 这老家伙 老婆孩子一死啊 就跟变了人似的 将心比心可以理解 让他去吧 翁同和贵奏 为钦差 为大臣寻办重案 为凭重义 请旨提经严审事 此案传闻一词 已非一日 尽由十八学子联名成空 直到此案 纯惜地方官上下其手 相互回户 以保顶带而妙成 乘以为 唯此案出入甚多 宜斗甚多 若不研究实行 四海无一样 盛朝明胜用行之意 故奏请皇上 准将全案戒经 教三法司延训却旗 以朝平允而服人心 这个翁同和 他分明是说我 让胡瑞兰赴臣此案 是用人不当嘛 这些个老臣的 一个个都认为他自己能行 别人什么都不行 可你再能 也不能包办朝廷所有的事啊 胡瑞兰十几年官居礼部 博学多彩 为大清朝廷考选遗彩 眼光非常独到 他怎么就审不了一个民间的小案子了 我不能让这些老臣们 自以为是的情绪得以滋长 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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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民赴葛碧市 因间谋蔽本赴议案 朝廷为慎重民命起见 特派胡瑞兰侍郎 秉公研究 并言喻该侍郎 不得回户同关 韩混结案 现在既经反复殉究 案无顿事 已将全案共招奏交刑部 迅速合议聚奏 秉承信宴 簽此 不得 翁大人们 阁下奏刑将案子提经复审的动议 被皇上驳回了 此案还得按照 钦差大人的结论来办 你 还不收收心吗 不 乘入贵部郎中 领拱书的博弈 钦差大臣的复审结论 存在着多处的疑点 若按着漏洞百出的结论定案 那是草劫人命 可你这话在这儿说没用 既然你想当仗义直言 为民请命的包龙徒 那这些话 你敢当着太后老佛爷的面去说吗 你放心 孟某一定会向皇上和太后 如实秉奏 怎么你还真的不想撒手啊 撒手 撒手等于独职 汪某誓死不为 等等 汪大人 难道你真的听不懂皇上的寓意吗 皇上的意思 汪某当然听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是说 将此案教你刑部来办 让我汪某人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既然都听明白了 那还不趁早省省心 要让汪某不管此案 楚飞一样 一样什么 让皇上撤了我的职 霸了我的官 从此不赦官场 这翁老儿 真有一股子不壮难强不死心的倔弃啊 他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哪 是谁呀 为追求真理而跳江的屈大夫 是是是 这翁老儿 真是让人又恨又静 老爷啊 出去 这翁老儿 翁同和贵儿再奏 为大臣 为秦差寻办重案 为凭重义 在此请旨 借经申办事 近日外奸一轮 问官严行取贡 犯人未行妄招 案中多有不实 难成信念 为召大卿明胜用心 须将全案提经严加殉咎 否则真相难以澄清 何以惜重义而肃观真 这个翁老头 还真是来劲儿呢 你指 浙江民妇葛毕市 谋逼本夫议案 既经胡瑞兰钗定业 提经复审并无必要 若将外审案件纷纷提经 相也无此正题 且提案借经 事涉纷扰 案内人正往返拖累 四不为妥 朝廷体恤民生 所请着物拥义 翁童和在归三奏 禁的传闻 都说胡侍郎与福臣 杨昌俊素日相好 其办理此案 外事严厉 终存偏袒 而胡侍郎本文臣 从未办理行民事件 其受人牵制 不能平反 本在意料之中 好了别再念了 这个翁童和 真是胆大包天 一而再再而三地 顶着皇上的圣域上奏 这回更是直接指责 钦差大臣不会办案 胡侍郎不会办案 这全天下 救他翁童和会办案 他如此目空一切 简直岂有此理 翁大人的措辞 的确是过分了一点 他岂只是措辞过分 他指责胡侍郎那是罪翁之意 不在酒 这次 他是要直接向我叫板的 太后先怒 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啊 你是不是想说 这措辞失当 你这何止是措辞失当 你分明在跟太后老佛爷公开叫板啊 你说对 我还真有这么点意思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太后老佛爷对你太客气了是吗 要吃完正北下猛药 可你下这样的猛药何异于炎火烧身 孟大人你为何要如此涉险 伤其失职不如断其一职 如其合太后绕弯子 还不如重锤猛药 一下子住到痛处 痛定死痛太后才会明白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 可是 可是你下这样的猛药 难道你真的不计后果吗 谁说我不计后果了 后果如何 我早就想好了太后八楼的官 那我就回归林犬 种瓜种豆 从操祖劣也没什么不好 好 翁大人 您这么做 说好听的叫刚正不阿 说难听点 就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啊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身在其位 必毛其正 只要我翁某人 还当这个督寒院遇事一天 我就做不到对这种事拔目不忍 这是你给我的报纸 这个叫武林生的人是这么写的 在上者 若能禁思此案 又岂能容忍刑讯之弊 游行于中国 写得多好啊 民意民生啊 谢老爹啊 我知道 我那个奏章啊 措辞似乎严厉了一点 我更知道 这个奏折一上了 一定会激怒太后老佛爷 这明哲保身谁不会啊 只要 我还当这个督寒院遇事 我就做不到 对杨乃武这样的冤案 听智任智麻木不忍 否则呀 我还不入魁的老家去种地去 不 我不能让大清朝 失去这样一位铁面御史 告辞 你干什么去啊 进宫 你是想进宫找皇上和太后 为翁某人说情吗 不 我要去向太后的火头上 再浇一勺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让翁某人死得快些啊 翁大人 你下你的猛药 我出我的怪招 咱们殊途同归 我怎么就不能把他官贬三级啊 现在官贬三级 对他来讲 已经是看在他是年过六旬老臣的份上客气了 我要是不客气的话 就直接削他为庶民 让他回家种地去 这在我大清朝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 奴才并没有说太后不能贬折翁玉使 这翁同归实在胆大妄为 理应给他一些惩罚 奴才说的是太后要是这样做的话 恐怕会随了某些人的心愿啊 你指的是丁宝镇吧 可不仅仅是丁宝镇 恐怕朝中全真一党都会因为翁同和被贬官而拍手称快的 太后明着按下这葫芦又扶起那个瓢啊 相比那些全臣派的骄横 我更不能容忍的是翁同和的直言犯上 可是 好了 我意义已决 你不要再多说了 明天我就会对这件事做出处置 启禀太后 夏同山大人求见 不见 我谁都不见 是 等等 你说谁来了 汉李月边凶 夏同山大人 是 是夏学士 那请她进来吧 是 夏同山敬见 臣夏同山叩见太后 起来吧 谢太后 小学士 有什么事啊 臣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有什么话不必吞吞吐吐 直接说吧 近日有件事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 臣禁不住好奇心起 便来求证于太后 外界有什么传闻啊 同人们都在说 近日有人不识实物也不自量力 竟敢对太后您 亲命胡瑞兰赴审浙江民安一事 说三道四 他们说的这个人是谁啊 当然是督察院的左都御使翁通河啊 这件事这么快就传到外边去了 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啊 他们都怎么说啊 那还用问吗 舆论当然都是站在太后您这边了 大家都说 翁通河这次被罢官降职 是罪有应得 他活该啊 哎 不对啊 我还没做出什么处理呢 怎么就说翁通河被罢官降职了呢 事情明摆着嘛 那翁通河几番上折子 对胡侍郎复审浙江命安一事 横加指责 甚至对胡侍郎的复审全盘否定 那胡侍郎是太后您指派的钦差大臣啊 指责胡侍郎那不就是指责太后您吗 所以不管太后您对翁通河做出多么严厉的处置 那都是理所当然啊 哦 你接着往下说 这件事本来陈以为仅仅是个传言 可是听说翁通河已经在家打好铺盖卷了 这才相信是真的 翁通河打铺盖卷 他打铺盖卷干什么呀 有人说翁通河上了那个折子之后 他十分的后悔 说他的本意并非是想指责钦差大臣不会办案 只是这省这个案子 早就被地方官们上下起手做得已经天衣无缝了 他是怕钦差大臣一时难辨真假 所以 哼 他的奏章是这么温和的口吻吗 什么胡侍郎和杨昌俊素日相好 外事严厉中存偏袒 还说什么胡侍郎本是个文臣 从未处理过行民事件 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 本在意料之中 翁通河自理行间对胡侍郎是毫无留情 就这 就这